王晰玲 掌聲歡迎王晰玲 哈囉 Cindy 你好 大台入來 神采意義在背板前嗎 我們先來拍個照 有啦有啦有漂亮啦有漂亮啦 是故意要露出腿嗎 從不可以 喔好來 露一點露一點可以 哈囉 韓姐我們見 距離上一次見面 竟然已經過了三年了嗎 我也不覺得那麼久耶 我也不覺得那麼久耶 因為我很常聽你的電台 所以我覺得好像很熟悉 忠實聽衝 是是是 小粉絲謝謝你喔 我是女生忠實聽衝 開車路一定要錄聽 感謝你 感謝你 所以這一次 你這個個人的第12號作品 也正式的發行了 12月7號即將跟我們見面 稍微分享一下吧 呃 首播主打叫蔡青春迷失的咖啡館 是山女老師幫我寫的 然後後面也會有 抒情的 氣質K歌大面 然後也會有 我自己也很喜歡 我覺得那個風格很有趣 他有點雷鬼 嗯 然後雷鬼吉他 然後他又有一點牛仔風味的 歌詞實在 嗯 很有趣有點翻風感 很Cute的一首歌 叫做拼你的微震在路上 嗯 主要這張專輯其實我覺得 可以讓大家聽到 嗯 不太一樣的王心靈 嗯 不認識不太熟悉的 嗯 嗯 也可以找到熟悉的跟你一路習慣的 就是十首歌它有十個不一樣的故事 然後十個不一樣的曲風 嗯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值得一聽 然後 呃 歌曲的等待 等待三年是很 會很值得的一張專輯 其實這次這個專輯 名稱叫做 Cindy loves to sing 愛心靈 其實也是開宗明義告訴大家 妳真的是一個很喜歡唱歌的小女生 我是 其實很好玩的是 我當初在IG選這個名字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我比較晚加入 所以我的名字 被用掉了 被用掉了 然後我就想 嗯 好那來個長一點 我就想說 那我應該是什麼 我就覺得說我自己很愛唱歌 Cindy loves to sing 然後後來到了這張專輯 其實愛唱歌就是 就是會踏入這一圈 一開始的初心 沒錯 所以呢到了這個第十二章專輯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 其實剛剛提到過說 這一次這個第一波的主打歌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 跟一個彩女合作 對啊 我超喜歡他的 我也很喜歡他 對啊 然後也是一次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我有在聽他的歌 然後前一段時間他跟娃娃的 不要不要 對對 然後他以前的歌玩裝 然後就覺得很有趣 就是 就是有那種諧音的 諧音的方式來做這樣的歌 然後 然後還好就是剛好我的經紀人 跟珊妮老師很熟 我認識 對 所以就是透過這個關係 所以跟珊妮老師邀哥 其實說真的 過程中邀哥的過程中 珊妮老師很有一氣 其實就是還蠻順利的 可是就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可是我覺得好像他好像很認識我 真的 他有偷偷在觀察你 是不是 偷偷潛水follow你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但是我覺得 覺得說他 他好像很知道什麼適合我 然後 像這首歌 我覺得我自己本身聲音的特色 也有展現出來 可是又有不一樣的王精靈 我也喜歡這首新歌 對啊 他真的很厲害 他就是可以發覺出 大家熟悉的王精靈裡面 在一些陌生的部分 而且是恰如其分的表現出來 果然不會是菁英獎的評審團主席 對對對 很強大 馬上歡迎今天的神秘嘉賓 歡迎珊妮老師 嗨 一直講 怎樣 讓你進場 你很急喔 不是因為他會講護唇膏 講很久 因為我也會講很久 所以你們是哪一個護唇膏 有那個滔滔不絕的那個 Data Base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就是 唉 你知道女生嗎 我知道 就是什麼護唇膏護手霜 但是我很難得就會碰到一個 同浩 對 然後因為 你知道護唇膏真的它有一些細節 你不夠好的護唇膏 它會白白的什麼的 就是珊妮老師可以扣掉這個 我就覺得很開心 繼續延續這個 所以今天這個老師來了 當然不是空手來 有送禮物對不對 對 來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 我們特別這個珊妮老師 也送上了這個精品的冰滴咖啡 各位 還在滴喔 對對 來 所以送到舞台前放來 而且就要請這個兩位呢 來到了咖啡館 就是不能免俗 要來一點上一杯 不只單顏護唇膏 我們接下來要帶領咖啡館喔 來精品咖啡姐 歡迎找我們單顏 對 直接拿起來 對 你要乾了也是可以啦 來 那兩位視線一次 從左手邊先看一下下 剛剛透過聊天 可以發現到這個珊妮老師 有注意到心靈的一些細節 她是一個很細膩的女生 通常第一天工作都要一點磨合的時間 聊天嗎 對聊天啊或什麼的 然後我們也有在聊 關於人生的一些故事 還有這個歌要你唱 所以就是真的是很嚴肅 又嚴肅又愉快的在聊天 然後但是她回家之後 非常非常認真 聰明 非常認真 她第二天之後 整個歌就很完整的 一下就唱完了 開心 認真啊 認讀二人脈就被打通了 言夏思義對於這個心靈在各個方面啊 生活的態度啊 在這個面對音樂的態度 很好 我很喜歡她 對啊 我很認真啦 就是回去的時候 然後當然有有效再消化一下三藝老師給我的一些想法 對然後 我其實本來就是 第二天錄音那天本來要先去跳森巴 就是跟陳寗他們跳森巴再去再去錄音的 我後來就有臨時跟他說我不去跳 我要好好做一下功課 想要想要隔天起來也慢慢 而且她錄音是唱很好 喔真的 完全就是 開心 原汁原味達到你的目標 漂亮喔 所以呢面對這個大力這樣子讚美 你看漂亮啊 所以Cindy loves to sing 不是亂講 其實呢 在這個跟可愛的善莉老師合作之外 這一次我們這個電台 特別為了立體12月份的HITO大台主 把咖啡館 原汁原味搬到了北部電台的外頭 裝置藝術區 有有有 剛才有看到 那這個活動呢就是 1比1 對1比1 真實還原 所以我們看一下活動的看板 這邊 來 即日期到12月9號為止 到哪裡呢 到HITOFEN北部的電台 尋找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的三樣物件 對 然後三個物件會有QR Core 對 然後它分別就代表著體悟、甜蜜跟堅持 所以你就要找到那個物品 然後去掃描它的QR Core 然後拍照上傳 對不對 拍照上傳 然後到活動主頁並留言 對 就有機會 就有機會 王欣琳面對面談心 然後展區一樣的物品 你可以帶走 是 這張專輯真的 大家不會 不會失望 絕對值得一聽 所以請大家 12月7號的時候 整張專輯就會 就會發行了 然後請大家就是 千萬不要錯過 千萬不要錯過 再次呢 感謝12月份的HITO大台主 謝謝王欣琳 謝謝